一个故事一部童话,欢迎收看童话故事会 伴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工具也逐渐增多 可是伴随着车辆的增多,车祸的几率也越来越多 可你知道吗,会出车祸的不止有人,还有动物 比如说这只倒霉的青蛙 说起来这只青蛙着实有些亏 它只不过是在过马路的时候想要吃掉一只苍蝇 结果就被飞速使来的轿车给压扁了 而更不幸的是,它的手臂掉了一只 青蛙痛苦地躺在水泥露面上 失去手臂的疼痛让它满眼含泪 而此时天空中的太阳是那样的拙劣 仿佛一瞬间就要再将它烤焦似的 可是后不担心一群蚂蚁跑了出来 直接把它掉落的手臂给扛走了 青蛙的身体也被太阳烤得越来越扁 天空中的乌鸦团团转着 它们已经准备好随时吃掉青蛙的尸体了 青蛙拼命地向前撑着 然而却不幸把自己的双腿都撑断了 当青蛙再次醒来的时候 它并未到的天堂 而是在医院里 原来欣欲一生救了它 它给青蛙缠好帮带 等青蛙的精神好了一些事 就带它一起去做康复训练 亲自的青蛙已经是一个残废人了 没有手臂的它无法拉住单杠 而跑步对于失去双腿的它来说更是难胜加难 可是当青蛙看到这里的残疾病友们 都一个比一个努力锻炼的时候 它决定突破自己 于是它每天都拼命地住着康复训练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青蛙能够靠着自己的舌头搬上单杠 就算没有双腿 它也能跑得很快 康复训练通过以后 青蛙出院了 它再一次来到了自己曾经出车祸的那个路口 而这一次它也同样被一只仓衣给吸引了 可不一样的是 等车辆驶来的时候 青蛙并没有被吓懵逼 而且一个跳跃蹦到了车头上 然后一个360度大旋转 跳到了树上 用舌头勾住了树干 它在钢部中心学到的东西 实实在在地派上了用场 利索它现在是个残疾人 可失去躲过了曾经四肢健全的自己 都未曾躲过的灾难 就在这个时候 青蛙看到了蚂蚁们 拖着它曾经的手臂缓缓前行 故事到这里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青蛙象征着现在许多因出车祸而残疾的人们 它们努力地做着康复训练 努力地让自己的生活恢复正常 它们的生活要比我们想象中的苦难千百倍 它们挺过来了 但是并不代表它们已经忘记了曾经的苦痛 那痛苦会跟随它们一辈子 所以小编讲说的是 当我们面对身体不健全的人们时 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它们的努力和乐观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 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